2025年起,共有103个运动项目将享有税务减免便利,让更多人受益于体育活动。 根据1997年体育发展法令,原本的51个运动项目已扩展至103个,其中包括电子竞技、马术、游泳、瑜伽、机动车辆运动、台前道等。 这意味着参与这些运动项目的培训或课程以及购买相关器材都将享有高达1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不仅如此,购买器材,报名参加国内外运动活动、体育设施租金、运动训练费、健身房会员费等都可以享有个人所得税的减免。 然而,享受税务减免的条件是有所限制的,例如,所参加的运动训练必须有体育专员或注册教练、俱乐部或公司经营。 此外,每项开销必须有收据,并且公众需要确保培训方遵守相关条件和规定,方可享受税务减免。 公众可以查阅青年及体育部官网,以确保所参与的培训和活动符合要求,以便享有这项税务减免。